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声声不息 严明熙第四集演唱念清恩 卢冠婷与芳作特邀嘉宾 内地芒果TV与TVB联合制作的音乐综艺节目声声不息 集结16位殿堂级童星声带歌手 每集演绎不少经典乐语金曲 引发观众情怀 13日 节目公开第四集歌单 主题为港月与我的一生所爱 上一集中 李文Coco与曾比特Mark互换 分别加入男队同女队 经级两队仍以队内合作形式出战 当中曾比特与安琪演绎黎明的夏日亲情 林子祥与马赛克乐队演绎谭永龄的爱情陷阱 严明熙之指与刘席军演绎陈百强的念清恩 李克勤与毛不义演绎陈奕迅的最佳随友 林晓峰与李文 魔洞闪霸演绎草萌的半点心 杨千画 周笔唱 单一纯将会演绎林一框的高山低谷 歌曲横跨八十 九十 零零以及一十年代 涵盖爱情 亲情 友情 随着歌单的公布 各位歌手也相继在微博写下感受 尤其是曾比特预告今次的舞台有惊喜 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跳双人舞 真的就是一次非常难忘的舞台 这期间安琪真的有帮我很多 这次的夏日亲情绝对会让你们眼前一亮啊 而由发布的预告片来看 两人配合默契 对唱也相当甜蜜 舞台充满恋爱氛围 将这首情歌演绎得非常到位 而橘橘与刘席军两位声音颇有特色的实力派合作 也令网友非常期待 纷纷留言表示 两位一定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GG有席军老师带着 真是感恩 两个人都太美了 两位都是粤语唱加班啊 肯定有个很棒的演出 但也有网友认为 讲真的首歌无的啊 选错歌啦 给颜明熙选一首好歌吧 不知道是不是对于GG前面 机场演绎的歌曲不太满意 除此之外 节目首次迎来两位特邀嘉宾 卢冠婷与吕芳 或现场演绎首本名曲 《一生所爱朋友别哭》 契合今次主题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